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个是67瓦的库泰科的三口充电器 看到我上个视频的大家都知道 这个充电器的文波做的特别优秀的 在大功率的时候仅仅的10毫夫的输出 然后这根数据线1米5的长度 数据线的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今天咱们拆开看一下 咱们首先就是拆这根数据线了 这个横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线的线芯是用的很粗的料 然后我们把这个type-c口的塑料剪掉 这个是数据线的保护钢片 这个是数据线的保护芯片用的硅胶 这就是我们拆开的type-c的端口内部的芯片 试音信息是3214BA 这背面的话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拆开另外一边看一下 咱们这一面是没有芯片的 PCB板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把数据线的外皮割开 看看内部的线芯 给大家看看高质量的线 它外面包的这一层杜西的铜丝做的一个屏蔽层 这就是最外面这一层 细胞铜的杜西的铜丝 还有一层细胞铜的铜丝 反向铝开给大家看一下 外面屏蔽层的细胞铜的铜丝 两层啊 这是一层铝箔的屏蔽纸 这是抗拉扯的纤维 中间还有一股抗拉扯纤维 一共两组抗拉扯纤维 正负析线分别是用了两根白色红色 两根并在一起使用的 所以说它的内组做的很低啊 这四根线就是作为数据传输来用的 内部都有抗拉扯纤维 这四根是主电力线 都是亮闪闪的杜西铜的铜丝 这就是这个线材内部所有的用料 用料非常好的啊 所以说它的线组才会这么低 100毫欧 然后它的压降值也非常的稳定 这个烧起来是白色的烟雾 然后它没有刺鼻的味道 它也不会被点燃 它是一种主燃的材料 只有一边有一Marker芯片 这个数据线的配置 充电的话完全是够用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线的做工 比什么苹果的原装的编织线 那不知道好多少倍 数据线的做工大家都看到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充电器切开 现在已经切的差不多了啊 大家看一下切的我身上很脏的 全部都是灰尘 咱们直接把盖子打开 大家看一下 塞的满满洞洞的 不像那些假货 拆开里面空荡荡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库泰克的67瓦充电器的内部 咱们用钳子把这个充电器主板拿出来 夹它那个USB-A口 直接把它拔出来 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 这里有一个按扣 这个是屏蔽罩 钢板起到隔离和散热作用的 还是老规矩啊 这上面这些高压的电解电容 咱们一定要进行放电操作 咱们要把硅胶清理掉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都是硅胶把里面充满了的 这一面的话 大家看一下硅胶硅胶硅胶 正规品牌的充电器做工的话 那肯定是没话说的啊 要取下这一个屏蔽罩的话 咱们就要去掉这个焊锡 还有这一边的焊锡 然后用镊子粘住的地方 全部都挑开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屏蔽罩拿下来 然后这一边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屏蔽罩 这里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挑开 挑开以后 然后从这里把它拔出来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插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上面 一共有4块小板 这里有一块 这里有一块USB-A的 这里两个USB-C 分别是两个单独的两个小板 加上一个大板 然后我们把这些插件 变压器全部取下来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充电器内部的构造 还有芯片使用的情况 这里就是咱们拆解下来 这个充电器所有的电子元器件 全部在这里 插头的话跟前三款是一样的 都是采用的这种可折叠式的设计 220伏的触点 是这样压在这个板子上面 220伏的电流 这个地方贴片式的一个保险丝 这个保险丝来自东莞市贝特电子 成立于2003年的一家专门生产与电路 保护元器件的一家科技公司 它是赖压 250伏3.15安容量的一颗 白色的贴片式的保险丝 然后这里就是一颗NTC抗浪泳电阻 防止咱们插插头的时候 浪泳电流损坏咱们的充电器 这个元件就是溢除220伏电流中的 1MI杂波的一个元器件 采用绿色的磁心 然后两根七包铜的线进行 绕制的一颗共膜电杆 安规X2电容是来自汕头市松田电子 成立于1995年 专门生产陶瓷电容和这种薄膜电容的 一家电子元器件的百强企业 这个电容的容量是0.22V 耐压值是314V 这个是整流桥 贴片式的快恢复整流桥 4E型号是FM-B30M 是3安耐压1000V的贴片式的快恢复整流桥 它一共用了两颗 两颗整流桥的好处就是可以均摊它的发热量 耐压400V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一共用了6颗 有4颗是400V 15V 有一颗400V 22V 还有一颗是400V 10V 一共用了6颗 它的总容量达到92V 这些电容全部都是来自湖南省爱华电子有限公司 爱华电子是中国的一个老牌的铝电解电容生产厂家 它是成立于1985年很老的一个老品牌 这个牌子的电容器质量是特别好的 这里还有一颗用热手管套住的 内部是用的一个环形磁心扰制的一个滤波电感 电流经过整流经过滤波以后 就来到咱们这个充电器的初级主控芯片上面 这颗初级主控芯片是来自上海的南星科技 4E型号是SC3057 是一颗和风淡化甲的芯片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高性能多模式的反击控制器 淡化甲驱动 淡化甲开关管 供电和保护电路等 内置的开关管是165毫欧 支持175千赫兹开关的频率 并且支持X电容的方电 采用的是功率走线和控制走线分开的设计 降低高频开关对控制回路的影响 并且通过优化过的焊盘设计 优化充电器走线设计与电器性能 这就是这颗初级的主控芯片 南星科技出品的一颗和风淡化甲芯片 这个是充电器的变压器 这上面有适应的型号 这个是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端 这一边就是变压器的初级端 变压器的做工和用料都是挺好的 拿到手上沉淀垫的 这一颗是贴片式的一个光电偶合器 适应型号是CT1018 这颗光偶来自台湾的兆龙科技 有15年电子元器件生产经验的一个高科技企业 这是一颗贴片式的Y电容 相信经常看我拆解充电器的朋友 这个东西都是很常见的 被很多知名的充电器用上的 它是来自四川特瑞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适应型号是Y1681M 耐压值400V 它的特点就是陶瓷式的一个Y电容 重量轻体积小 这里就是它的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这个芯片适应型号是W7FGA 但是这个不是它的真正的型号 我们在网上去查资料 查出来这颗芯片是来自美国 希利杰半导体有限公司的一颗产品 真正的型号是SY5238 它是一颗支持QR反击和希利杰私有的 JVS反击的同步整流控制器 具备自适应的三级电压控制 美国的希利杰是成立于1985年的一家半导体公司 总部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 然后在我们中国的杭州有分布 这旁边这一颗 适应是SDAAT 这是一颗NMOS管 这一颗NMOS管 它的耐压是100V 导主的话大概就是5.1毫欧 是配合这个同步整流控制器来进行同步整流用的 也可以叫做是同步整流控制管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 一共有三个端口 而两个C口 一个A口 三颗输出滤波用的固态电容 全部都是采用的贴片式的 厂家的话 它是来自广东赵庆绿宝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它是成立于2004年 是一家新火计划重点的高新科技企业 Type-C ECO是用的一颗470V 耐压25V的一颗贴片式固态电容 Type-C ECO是用的220V耐压25V的 USB ECO也是一样的 220V 25V的 我们先来看Type-C ECO的USB协议芯片 这颗协议芯片私印式IP2723T 来自深圳英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高品质数目 混合芯片设计的公司 成立于2014年 这颗芯片已经通过了 USB IF协会 PD3.0 PPS的认证 是一款集成多重协议 用于USB输出端口的快充协议IC 可为适配器车充等单向输出的应用 提供完整的Type-C解决方案 具备高集成度与丰富的功能 在应用的时候仅需极少的外围元件 有效的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 降低充电器的成本 被很多的知名的充电器用上 位于USB协议旁边 这里有一颗输出VBUS的NMOS管 它的适应型号是03001 跟我们上一次拆的65W的用的VBUS管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R005 这一颗是电流取样电阻 这一颗芯片是Type-C二口的一颗同步降压芯片 适应型号是IP6550 这一颗芯片也是一样的IP6550 这是USB-A口的 这两颗同步降压芯片是来自深圳的英级新科技 它们的参数是支持5万输出电流 内置同步降压开关 可以用于两路的USB-A口 也可以作为单路降压使用 输出电压可调 满足多种场合应用 芯片内置输入过压欠压保护 输出过流过压欠压及短路保护 内部还集成了过热保护等等 这个芯片搭配PD协议芯片 可以实现宽范围的电压输出 同步降压用的NMOS管 适应是03001 用了两颗用于同步降压 USB-A口的两颗NMOS管 一样的是用的03001 两颗同步降压用的开关MOS管 这两颗是同步降压用的电感 内部是采用圆形的磁心 用七包铜的线进行扰制 外面有热锁管套柱进行保护 这里还有一颗芯片 私印是2258N 这一颗芯片主要是用于USB-A口和 Type-C二口的功率自动分配 用于USB-A口和Type-C二口的协议芯片 私印型号是IP2736 一样的是来自深圳英吉星科技的 芯片内部集成了电压基准 集成可编程的电压电流环路控制 集成低端电流检测 输出支持限损补偿 支持电源适配器应用的光偶反馈 支持通过IRC和FB控制的DCDC改变输出电压 得益于多种反馈形式的支持 可与QR ACF LLC 等电路架构的开关电源搭配 用于PD快充 也可以于升降压电路搭配 用于大功率快充和移动电源等设备 这个是Type-C二口的小板 同样的输出VBUS管 私印型号03301 用于USB-A口的输出VBUS控制管 一样的私印型号是03001 这是三颗连接器的舌片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做工都是细腻光滑 没有毛刺 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有PC主人的标识 充电器的后盖上面一样的印有PC主人的标识 这个主板上面的工艺 还是跟前面两款酷胎科的主板工艺是一样的 采用的是曾经的工艺 这种工艺电流在主板上面运行时候 它的主抗是非常低的 这种 酷胎科这一款三口的647瓦套装的充电器 咱们的详细的评测和详细的拆解都做完了 酷胎科充电器和数据线的做工和工艺 都是非常过硬的 特别是这款充电器的输出的交流纹波做到非常之优秀 满功率的时候仅仅的10毫幅的交流纹波输出 在开关电源里面这样的交流纹波 可以说是高级别的开关电源了 这样的充电器百元的价格 那性价比就不用我说了 特别是米家的用户 这东西简直就是必备 两个67瓦大功率输出的端口 不仅可以充手机 支持PD协议的笔记本电脑 Mac电脑 大功率的移动电源都可以选它作为充电设备 苹果用户那不用说了 肯定是必备之选啊 比苹果原装的20瓦充电器都便宜 不香吗 了解和掌握更多手机配件常识 请大家关注我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点赞投币关注走一波 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请大家看